不少香港人都要考慮移民台灣 但原來今年初 台灣對投資移民的要求 作出了重大改變 3月5日2020年 台灣經濟部投審會出了公文 最主要是投資移民方面的變化 3月5日之前的申請人 如果取得了經濟部批文 這個變化對他沒有任何影響 他完全行回舊制 但如果你在3月5日的時候 未取得這個批文 哪怕你在3月5日之前交表 都是要行回新制 我們也有些客戶 在去年10至12月之間申請 2月底最後一個都得到批文 其實這些朋友就行回舊制 其實現在最新的政策 要求投資者要營運公司三年 他一樣是一年後坐完所謂的移民監 可以拿到國民身份 申請護照身份證 但公司在3年內不能停止運作 亦都有一個要求每半年要核數一次 透過核數師、會計師等專業的人士核數 基本上你當它和第一年的做法 和以前沒有分別 以前都是一年後 即是有機會被移民署去抽查你 因為你拿到身份證的時候 可能他都會看一看你的業務 但你就要當到第三年的時候 也都會重複一次 有這樣的可能性 會再看你的數據 所以你千萬不要第二年停了核數 因為他要第三年後看 他是看足你三年的 而且我都建議所有的投資者要知道自己做的生意的內容 以及細緻和判數 因為假設無論是第一年後拿身份證的時候 或是第三年後所謂公司是可以停止運作的時候 如果政府或移民署需要你去解話 你是需要說出你生意的數據的內容 以及你的業務範圍等等 如果真是解不通 他是有權力撤銷你已經取得了的公民身份 現在在投審會的保健裏面 他會叫你列了三年收入的預算 基本上一般百多萬台幣一年左右 最低限度應該可以符合要求 因為我看到有些申請人寫到五百多萬一年 其實你總投只是六百萬 你要賺到這塊錢不是那麼容易 如果你是寫到五、六百萬一年的營收 但最後只有那一百萬 其實就不是那麼好看 因為擔心到時審核的時候 跟你當時批理的要求出入太大 當你簽租約的時候 盡量以三年或者三年半 或者超過三年做一個基準 變成你中間是不需要轉舖 再裝修 剛剛我們有說過 是有一個營業額三年的預測 你少了半年 其實對營業額也有影響 但是台灣嚴格來說是沒有死藥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合約的疑定裡面 設立一些的罰則 令到它產生一個死藥的效果 比如說租客給三個月的 notice 是可以撤銷這個租藥的 但是如果業主在三年內要求你離開 是需要賠償你藥乾的裝修費用 基本上大家在心理的建設上 可能會浪費多一點時間 因為現在做生意要三年 但其實我又會覺得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總投資額暫時都是六百萬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它分成三年 去攤分去做 另外就是要留意你的生意的持續性 盡量不要做那些一窩蜂來一窩蜂去那些 頭過三個月排隊排得很厲害 然後完全沒有人的 Jeff建議大家可以考慮做一些 日常所需 民生所需的 你一定是有持續性 就算周邊是有競爭也好 但是那個需求也是很大的 就不會令到你是完全沒有生意 現在那個新的法規下來之後 投審會對於申請人本身的職業 資歷 學歷 怎樣跟將來要做那盤生意的連結 是會看得比較緊一點 譬如我有些客戶在香港本身就開小食店 他過到他開 沒問題 但是如果本身可能不是完全相關的話 可能就要跟你的代理去談一談 怎樣看回你的 CV 即你的履歷 怎樣在當中找到一些共通點 去引伸到跟將來的生意有些連繫 或者你會不會加入某一些連鎖品牌 令到總公司去支援你 提升你將來做生意的存活率 或者成功率 就是那盤生意 當你一年後 或者你多久之後 你不直接去參與管理 或者你不落後 還可不可以營運到呢 你去考慮一些是 SOP系統化的管理行業 或者一些連鎖品牌的加盟 或者甚至乎留意一些加盟公司 其實有沒有一個代管的服務 譬如我們認知到的 有一些公司其實它是可以 譬如說你一年後 拿到身份證你回到香港 總公司可以派人來幫你去招聘員工 或者去看著你的店舖 管賣你的帳 當然這個你要信得它過 還有要看那個合約是否合理 另外一個重點的改變 就是要請兩個全職的台灣員工 在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一定要留意的 作為投資者 是要台籍的員工 換句話說 如果有一些其他國家的移民的朋友 他首次一張有就業許可的居留證 或者是一張永久居留證 我們叫做梅花卡 是可以合法在台灣打工 但是由於他不是台籍的人士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不小心留意 請了這種的朋友三年 你可能是白請的 因為你就不符合這個資格 另外大家要備足勞健保 所有東西符合台灣的法規 以及要滿足最低工資的要求 目前是兩萬四千元左右台幣 每一個工種可能會有少許不同 但這裡可能提供一些籠統的數據給大家 一個大學畢業生 因為台灣幾乎是百分百大學畢業的 就有二十多歲 二十多歲的人就預二十多K 即是兩萬多元台幣 三十多歲的一個台灣人 你就預算三萬多台幣 三十多K 四十多歲是四十多K 五十多至六十歲可能就去到五十多K以上 高科技的產業 譬如我們說台積電 做晶片 IT 人工其實就很高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如果你是工程系畢業 你入到台積電 差不多每一個人都連身一百萬台幣起了 餐飲的行業 那個薪金就不會特別高 可能兩萬多到三萬多 台灣目前是有週休二日的一個政策 一個員工一個星期上班要給他休兩天 還有盡量不要OT 因為你如果是超市的話 按照目前的政策 那個計法都頗為複雜的 譬如說你超了多少個小時 就要乘1.25倍的薪金 再超多了就要1.5 再超出的就1.75 其實做老闆都算得很麻煩 所以通常我們的做法就是 請多一個兼職 或者請多一個兼職 去輪班或者替休 在台灣招聘員工 我們有一點點心得 人情的處理手法 譬如怎樣跟員工的溝通 過時過節 哪怕可能是500元台幣的一個小小的紅包 即是我們說三個節日 新年、中秋、端午等 通常我們就給員工可能888元 台幣我們算高了 而且他們都很開心 或者有時有個聚餐、活動 互相去交流 令到他們是願意真的傾心去做一件事 其實日常運作上跟員工相處都有一門學問 台灣是一個比較人性化的地方 員工跟老闆的關係都幾特別 當然會很尊重你 也都比較願意接受你的指示 但同時間也都好像朋友一樣 譬如我自己做餐飲的部分 拍檔是女士來的 可能有些年輕的子女 失戀都會找我拍檔談的 或者有一些姐姐的家庭情況都會找我們去談 在香港比較少去跟員工溝通的話 可能你要有一點心理準備 就是去到台灣的時候 對方願意跟你交心才將那些心事告訴你 你跟他解話或者解困 其實他會更加交心服務你的工作的範疇 第三個要求 就是以前基本上也有些朋友可能會做網購 或者去做一些貿易上的生意 就沒有一個實體的店面或者辦公室 現在做零售的朋友一定要有實體的店面 做貿易或者各方面的朋友就要有實體的辦公室 有些朋友是可以設廠的話 或者實體的廠房也都可以的 除了投資移民600萬台幣之外 其實還可以考慮創業家簽證 過往的創業家簽證比較注重於一些高科產業方面 如果你是有心去做餐飲事業的 其實我們都可以幫你配套進入一些合資格的育成中心 或者一些大學的基地 一些教授級的朋友去扶持你去創業 亦都令到你這個項目是符合到創業家簽證的要求 基本上的投資額就是200萬台幣 但是這個項目是可以容納到三個人 組成一個創業團隊去做的 這三個人是可以各不相識 不需要是親戚可以是朋友都可以的 而他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是可以同一時間過去的 由於是共同去營運一個最少投資額200萬的項目 我們計算過數通常大概是300萬台幣 換句話說其實就是每一個創業家 是100萬台幣就可以申請到這個簽證 這個簽證和600萬投資移民最大的分別 當然就是投資額小很多 在移民監方面也有少許不同 因為你並沒有投資到600萬這麼大額在台灣 台灣政府要求這些申請人坐五年的移民監 如果你的東西一切好的話 你會第一年才拿到一個一年的居留證去住 在完結第一年 他會頒發一個兩年期的簽證給你的 而到第三年完了 即是剛剛好一加二的簽證完了之後 他會再頒發一次兩年期的簽證給你 總共住夠五年 是可以成為台灣的公民的 有些朋友他是拿著外國的護照的 譬如是英國或加拿大、澳洲 你是很想在台灣居住 但又不想放棄另外第三國的護照的話 創業家簽證有一個好處 你一樣坐這五年移民監之後 你是可以拿到我們俗稱梅花卡的 台灣的永久居留證 你的居留期間 包括這五年期間 以及你之後永久居留期間 你是可以幾乎等同於國民的福利 除了不能夠選舉投票 以及不能夠依親移民之外 因為不是國民 其他都是一模一樣的 如果你是港澳的僑胞 住夠了五年的移民監 你是可以成為台灣人 之後亦都可以依親 最重要的是 創業家簽證的移民監 只需要每年要求183天 我還有半年可以回香港 再找多些收入都可以 出入境是斷日計的 相對來說 彈性和自由度就會高很多 投資額也低很多 可能現在這段時間 大家都在考DSE 或者將會報讀全球或者香港的大學 其實台灣還有一個移民的方法 用喬生的方法去移民 基本上在台灣讀書讀一年 最少拿到最少是Bachelor的學位 全職 然後再回香港工作兩年 都可以用一條新的方法 再申請去台灣落居留證 住夠一年是可以成為台灣公民的 這是其中一個最本小的做法 假設手頭上資金 不容許你去做任何投資類別的移民的話 而你都比較年輕小子 也都是願意去繼續升學的話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選項 專業移民如果要比較成功率高 最主要可能是醫護的朋友 我最近也有一個護士都拿到居留證 或者是中醫都可以的 治療師都可以的 律師 或者是執業的 可以簽名的會計師和工程師 這些就是乘數比較高的 那這種專業移民是不需要做任何生意上 或者金額上的投資的 也都不要求你一定去到台灣 是要做回你的老本行的 那實際上其實是做不回的老本行住的 因為你去到台灣 你要考當地的執照 我可能40歲以後50歲 我要臨退休那些 我不考那個執照行不行呢 可以的 你一樣住夠一年是可以成為國民 拿到台灣的身份證的 比較年輕一點的專業人士 也都可能會考慮這個做法 就是說因為不需要投資 只是坐一年移民監 好像長期假期一樣 住一年 然後就拿到台灣身份證之後 繼續回香港就執業就業 也都沒問題的 將來萬一修例 是要求你執到業 才頒國民身份證給你 那其實對於很多臨退休的朋友 尤其是一些用英文 去考香港的執業史的朋友 中醫可能會好一點 但其實英文的無論是會計 醫學 法律 可能就會困難了一點 其實根據我們的了解 或者是一些日常在台灣操作的認知 政策有時是會擠牙膏形式去出現 很有可能由5、6、7、8月之間 台灣立法院排了會期之後 可能在移民法上也會做一些修正 當然不可以有水晶求保證 一定會這樣做 但是據我們的認知 譬如以前是做公司 公司做一年 移民監坐一年 但是現在公司要做三年 移民監是否還是坐一年呢 暫時也是 但如果再修訂法例的時候 會不會改了去呢 其實有些朋友都會說 其實我已經取得了台灣國民的身份 我只不過是公司經營不善 會不會導致可以剝削我一個公民的權力 會不會違憲 這個也是有你講不清的灰色地帶 那會不會直接將移民監 和公司的移民監都配合做三年呢 會是一年半至三年 還是保持一年 這個就要升無以待 另外就是投資的額度 大家知道我們港澳橋包 在台灣政府來說是優待的 如果你今天拿著外國的護照 那是一千五百萬台幣 但是我們是六百萬 但是六百萬做一年公司是六百萬 做三年公司是不是都是六百萬呢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經濟部的修改是一個行政的手段 但是後續要完善化 或者要令到它這個行政手續合法地去進行 或者是令到它有效地去進行 是需要立法去配合的 所以今年二月的時候 立法院就啟動了 排到五、六、七月 打後會不會有改變呢 我覺得這個值得大家去留意的 我們在這附進行的內容